聖詞文章的聖詞文章, 關於聖詞文章和聖詞文章的聖詞文章。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事情。 首先,這個聖詞文章是很奇怪的聖詞文章。 因為聖詞文章, 他屬於任何地方、 所謂的聖詞文章。 一般的撒種者, 他會為他的利益著想, 他會在適當的地方, 好的土壤來撒種。 但是,我們看到祂愛所有的一切。 耶穌基督解釋, 和解釋, 這句話, 當然是, 耶穌後來有解釋, 這個人子。 我們也知道, 人子愛世上所有的一切。 教會不是針對得救的人, 有所有的一切。 所有的人, 所有的人, 有的被驅走了, 有的被驅走了。 那有三分之一都沒有好的結果。 那有三分之一都沒有好的結果。 很重要, 奧徒道教會, 知道, 教會是一個病人的地方, 而是一個醫療, 而不是一個很好的人的地方。 而是一個良善藝人的地方。 前幾週的正道有講到, 特別是新教, 他專注在, 到底是誰會被得救。 但如果你看到, 奧徒道教的資源, 他們並不專注在這方面。 他們專注在神的愛, 神的宇宙, 神的宇宙, 神的一切愛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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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不是所有的一切都接受。 我們也看到一些東西, 教會並不是一個羅曼的地方, 在那裡有種植物, 像花、美麗的花、花、花、花。 它是種子, 種子,種子, 種子,種子, 種子,成為麵包, 成為麵包, 成為麵包, 所以,我們可以看到, 成為麵包, 並不是最終的目的, 我們可以到達天堂, 但是,它是從天上, 在地上, 而是從天上, 而是從天上, 而是從天上降至以上。 如我們所說的, 在祂父上寫著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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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從天上降至, 如天父所講的, 從天而降。 所以,我再次再說, 在祂父上, 有各種種類型的人, 人類的心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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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石頭一樣, 有的非常良善, 有的是中庸的, 有的是模擬良可的。 但是, 大家看到, 每個人都有, 負責任感, 有的責任感, 有的責任感, 如何應用祂的責任感, 是否接受神的話呢? 在祂父上寫著, 既然等於對時尚的責任感, 是歸的不論壞牌呢? 但無論壞牌呢? 你也看到他們喔! 他們想像這個圖片, 而在同樣地, 聖人們會來採用神經病。 首先,你會說, 神經病是好, 但是,有很多其他權力和抗議。 但是宇宙是好, 神愛所有的東西, 這就是為何他把種子撒在路上。 因為街上沒有任何保護, 人們像街上, 他們沒有任何保護, 所以,他們在心中非常掃描, 所以,神愛可以拿來拿去。 因為神愛都可以把他們去, 神愛沒有任何保護。 他們的心, 也沒有任何特別的意義, 沒有任何值得, 所以,所有的東西都會出現, 或是,神來不見了, 當然,有任何好事, 神來不見了它, 神來不見了它, 所以很容易受到外界影響。 再次,我再說, 我告訴你, 即使牠們知道, 什麼會發生, 還是牠們把牠們的愛, 牠們的栽培, 牠們的世界, 在這個地方。 而牠們也不認為, 這樣是浪費的行為。 這句話, 並不是說, 一半的栽培是浪費的, 並不是說, 只有一半的栽培是好, 有些結果, 而其他三半的栽培是浪費的, 並不是說, 而其他三半的栽培是浪費的, 而其他三半的栽培是浪費的。 而其他三半的栽培是浪費的, 而其他三半的栽培是浪費的, 而其他三半的栽培是浪費的。 而其他三半的栽培是浪費的, 而其他三半的栽培是浪費的。 而其他三半的栽培是浪費的。 其他三半的栽培是浪費的。 其他三半的栽培是, 其他三半的栽培是像石頭一樣。 所以, 在最初, 他們來教育, 他們說, 非常好, 其實, 這是一個好方式, 可以在天國有一席之地。 但是, 因為他們沒有憐憫心, 當牠們開始成長的栽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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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牠們沒有憐憫心, 因為牠們開始成長的栽培, 根沒有詐憫心, 沒有辦法往下扎根。 最終於滅亡了。 所以, 我們看到, 我們必須要保持重心, 如果我們心從石頭裡有心, 我們必須要非常小心, 如果我們心向石頭不停, 如果我們沒有憐憫心, 因為這是非常重要的事。 另一個類型的種子是, 是關於那些種子在布朗裏開始成長。 但是在同時, 在同時,經濟也成長了。 從我們的個人的經驗, 我們是職員, 職員, 和基督徒在同時, 在我們生命中一起成長。 一人和另一人一起成長。 你可能會問, 為何這個荊棘成長呢? 因為我們不關心, 也不專注。 如果我們不專注在基督的生命上, 這樣就會發生。 你可以看到, 我們在生命中有多少不同的思緒湧到我們的腦海裡。 這個腦海裡的思緒永不停止, 即使我們在睡覺, 所以, 我們必須專注在我們怎樣餵養我們的腦海裡。 所以, 如果我們在神的話語上, 就不會成長。 我們也看到, 有些人來到教會, 一年復活節來一次, 所以, 神的話語怎麼來成長呢? 只有荊棘會來成長。 不要想說, 這是他們的問題, 因為他們有荊棘。 你想想, 那什麼樣的食物你餵養? 那你是餵養他們吃這個荊棘嗎? 所以, 這是一個問題。 我們在心中有的主要件, 最後, 成為了荊棘, 成為了很多傷害, 在我們的心中和心中。 最後, 這是良好的土壤。 這裏, 成為了百分之一, 成為了百分之一, 或許多。 但是, 如果您說, 好土壤已經被神決定了, 這人是好土壤, 這人不是好土壤, 這人不是好土壤, 這人是錯誤的。 這是錯誤的。 這人是好土壤, 因為它是營養的。 那為什麽是好的土壤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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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, 要研讀神的她的主意, 諧讀所謂父神的愛心。 而 不僅 Redeed, 請 dissipation, 但是,當它是好的地球, 當他看到種子發芽, 並沒有好好的種子, 他會拿出來, 所以,種子和其他種子都不會出現。 當他看到種子發芽, 當他發現種子發芽的不是很好, 是心急的, 或是其他不好的, 他就立刻把它摘除、拔走。 所以,是這些人, 有一個靈性的父母、 一個靈性的朋友, 有一個學習、 有一個在乎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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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祈禱的父親, 祈禱祈禱。 好好的土壤, 也給了100多元, 為何呢? 為何與其他人分享。 為何與其他人像石頭, 與其他人像石頭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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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希望將我們請問, 我們要回家, 我們要考慮, 我們是在什麼樣的土壤成長? 我們是在好的肥沃土裡成長嗎? 我們是在石頭上、岩石裡的環境? 尤其是當受聖誠實的聖誠, 我們並非只領受神的教訓, 只是說因為教, 但是神自然被獲得, 那麼,這部分, 而是這個最重要的事情, 因為我們如今在講過, 神經世, 在講述, 而神經世, 神經世, 成為人類, 而溝通到我們, 同樣的連結, 當我們聽到神的話語, 神的話語成為我們生命的全面糧, 成為我們生命的全面糧。 因此,我們如何面對神的話語, 我們如何面對神的話語? 我們會說, 您可以離開, 因為我的心像石頭一樣嗎? 或是, 我們會讓神進入我們愛的全面糧。 這種愛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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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會傳給別人, 對神的能力, 對神的能力在我們裡面, 那鳥和魔鬼, 他們不敢來娶走我們。 所以, 考慮一下, 好嗎? 好的事相講, 然後我們繼續。 我們會繼續我們的聖禮。 謝謝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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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,